这只狗狗一夜之间成了村里有名的人物 并且还特意给它准备了任命一事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据女主人的口述 自己的妈妈因为年迈患有老年痴呆症 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定期去检查妈妈的房间 但是突然有一天 女主发现妈妈不在自己的房间里 而且找遍了整个屋子 也找不到妈妈的踪迹 此时天空还下起了大雨 女主发现两只狗狗也不见了踪影 猜测是被自己的妈妈一起带走了 家人冒着大雨开始寻找妈妈 但是找遍了整个山林 始终没有发现到自己妈妈的身影 考虑到妈妈的年龄和天气恶劣的情况 女主最终向佛伯乐求助了 但最终也是一无所获 就在关键时刻 女主想起自己牛棚里有监控摄像头 马上调取监控看回放记录 从监控里确定了女主妈妈消失的方向 救援队马上用无人机对周围展开搜寻 最终在离家两公里出的稻田里发现到了老人家 由于这里很少人经过这条路 所以很难发现老人家已经摔倒在田野了 救援人员说救出老人家的时候 他的身体体温很低 在用无人机搜索的时候 根本无法检测到老人家的体温 幸运的是狗狗一直守在老人家的身边 通过检测到狗狗体温 所以才寻找到了老人家 医生说老人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体温是34.5度 有50%的人会因体温过低而导致死亡 但是狗狗的体温一般比人的体温高两度 狗狗为了防止主人的体温下降 趴在主人的身体上分享他的体温 如果不是狗狗这样坚持两天两夜的话 或许老人家已经不在人设了 让我们为聪明的狗狗点一下赞 狗狗之所以这么乖巧懂事 是因为在三年前自己是一只流浪狗 还被其他流浪狗咬成重伤 在狗狗危在旦夕的时候 老人家把他救了回来 并且一直收留着狗狗 狗狗也是知恩图报的好狗狗 在关键时刻救了老奶奶 老奶奶经过治疗也恢复了清醒 狗狗看见主人清醒过来也是十分的开心 你想拥有这样的狗狗吗 想拥有的话在评论里扣888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